习近平所书记强调 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 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 我省立足实际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 让群众幸福更可持续 让乡村振兴更有成色 在残房里白白胖胖的残正在吐司节俭 看着这些残 于林青建县冯家沟村的康永昌夫妻俩满心欢喜 忙着给残喂食丧业 喂残吐司节俭做准备 康永昌说 冯家沟村桑树资源丰富 人老几辈传下来养残的特色产业 因当地残碱品质好 很受外地客商的青睐 为壮大这个产业 他成立康乐三农专业合作社 带着周边群众一起 奔走在小残茧大梦想的致富路上 残茧的价格走向现在不断上升 而且我们予以技术推广站 还给养残奴户提供技术 指导与相关的政策支持 目的是鼓励奴民管户号 搜数养好财 雇佬 打使他们持续增生致富的基础